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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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现在就要就这一部分谈 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跟完善的准备都要考量到 假如总统府或者包括美国的白宫乃至于五角打下 这种重要的军事或者国防的重地 一定有一个安全撤离道 我知道 暂时指挥手 我现在也不是怪说 所以有这两个密道吗 我的确不知道 所以你不用提示 我只是讲说 这两个密道是两奖时代有的吗 是的 我的确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的确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那应该这两个密道应该现在用不到了吧 但是我就尝试来判断 任何国家都会有这种机制 我不知道 那是不是哪一个时代盖的路线如何 我的确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两个密道 两奖时代 为的就是说 呃 中国大陆那边打过来 那么 也许那总统可以逃亡的这种密道 不一定叫做逃亡啊 他可能要转到恒山指挥所 或者其他各有安全防守 继续维护国家的神经中枢 这是绝对必要的事 是 所以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这两个密道应该用不到 对不对 因为以目前我们台湾 跟中国大陆的沟通管道 非常的顺畅 对不对 平常 虽然是走和平发展的方向 嗯 但是国家 还是要有随时捍卫国家安全 跟全民安全的责任 要做万全的准备 这是自然的道理啊 对 那当然了 我是觉得这两个密道是 目前是用不到啦 因为最主要也是当时那个年代 然后我们跟大陆的那种紧张的情形 对不对 那现在用不到 那我只是说 现在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沟通的管道 这么畅通 官方其实也有沟通的管道嘛 对不对 进行向江城会几次 当然都是先由各部会跟对方的部会 以对等的去协商研究 然后讨论完以后经过向国会报告 然后才会由江城会去正式的签索 我知道啦 所以这种部会之间官员的碰头协商 的确已经开始进行 所以沟通很通畅 对不对 我是觉得齁 你之前还没有当这个行政院长的时候 那么是国民党的秘书长嘛 那么也到过大陆去 那么也跟胡锦涛见过面 那么我听讲呢 你也跟胡锦涛报告过 说我们马英九总统 已经外交休兵 那么胡锦涛呢 听了很高兴 联合了五杯的这个茅台 然后回来碰到人啊 你就每个人都跟他讲说 诶 津津乐道把这件事情当成你的功劳一样 三件事齁 要报告一下 第一齁 我不是去跟胡锦涛先生报告 因为我是他的邀请参会的贵宾 他跟我没有隶属的关系 我怎么跟他报告呢 这就算不是报道 只是我追随吴主席代团去 然后除了公开的 这个比较大规模的座谈以外 他有一个参会 规模比较小 那有没有跟他讲这样的 就用比较和缓的语气 技巧性的 我不会去跟他讲说外交休兵这种事啦 没有讲这个吗 不是这样的讲法 讲法一定会提到说 像吴主席会跟他讲 我也会同样的在同一个话题上会讲 说大陆有171个邦交国 就是多一两个也增加不了什么光彩 但是我们只有23个邦交国 如果每倍拉掉一个或者两个 我们两千三百多万人 就会义愤天赢 而且我们两边 大陆 台湾都同样需要经费来建设 那把这些钱拿去 给某些国家的政客 我觉得不适合做这样的开示 你这个解释我会能聊开 对对对对 我也不可能对每个人都 我就没有跟你讲过 所以我只是听你讲 所以我只是人家问到 外交室兵的时候我会提示我 我只是要请教 我跟你讲是有这回事嘛 对不对 是有嘛 既然这种沟通的管道这么通顺 而且你现在已经当了行政院长 现在目前还有在这样子 管道还有这样 没有 但是我是建议 因为工作执展的不同 不是 必须严守分计 那当然 对 因为我们两个其实认识也很久 很久了三十几年的 我们互相个性都也很了解 对不对 所以我是希望了 为了台湾好 对不对 你其实可以跟胡锦涛在沟通一下 因为我们目前这个 军购也一直都没有通过嘛 我们也不会增加军备嘛 那么希望我们大陆那边呢 一千五百多枚的飞弹能够撤掉 那么对台湾呢 可能这些所有的百姓 是心里会更觉得安全一点 你觉得呢 就是马总统和我们很多同胞 透过公开的或者其他的场合 都分别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期望 我想大陆不是没有听到 尤其 因为你也很有影响力啊 你有提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可能会让大陆很多有权 我觉得你如果要让台湾的百姓 你放下心来 然后国民党执政党跟大陆 沟通的管道这么通畅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做啊 我确信 我确信 执政党在任何适当的场合 一定都会表达 我们两千三百多万人 对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想法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什么时候能达成 或者逐步达成这样的目标 那得要有时间 还有适当的机会 你可以跟他交换条件啊 ECFA也要签啊 对不对 这个不是交换条件 当然可以啊 ECFA的签署 是一定基于国家需要民意支持 民意支持民意有问过民意吗 当然问过的 嗯 我们问过民意有很多方法嘛 很多方法 民意支持的表现 也包括到很多的公厅会 座谈交换意见 还有不断进行的民意调查 为什么要不进行公投呢 让全百姓都知道啊 让他们看他们的心意 可不可以 因为 不是每一样都需要公投 公投通常是在两种状况下 一个 就是等于国家民意机关 它的作用 作用 或者功能 已经没有办法去决定 拖延很久没有做决定 我们没有这种状况 第二 就是社会的公益 跟民意机关的想法 相反的时候 被社会质疑 才用公投来 覆绝等于国会的这个决定 我们也没有做 我们的民意机关 是受大家信任 而且依照宪法 不要再说 往定的运作 为什么要公投 这个公不公投 其实全百姓 台湾老百姓都希望说 这件事情其实 就是关于 再规于我们全台湾百姓 两千三百万人 他们 心里自有定见 不管我们政府 要不要做都无所谓 我是只是提出这个要求 希望政府 要做重大的决议 必须要经过老百姓 你说老百姓 都 都 都同意啊 你怎么知道呢 你问过啊 两千三百万你都是问过吗 一位 所谓国会監督 我们连 决定国家预算政策连修宪 都有国会在代表人民进行 这个国会是受民众 付托用投票选出来 他恒常有效的在运作 我们怎么能够抛掉国会的 这个正常的功能 然后每一样都去进行公投呢 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啊 特殊的情况 特殊比如说要到联合国 希望说 但是因为公投连 连投票的人数都不到半数 一秒就停顿啊 公投 它的作用 有时 也是没有办法真实反应 你也可以文明的训练 你也可以修一修啊 那澎湖的这种博弈公投 为什么就可以临时修呢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不一样 他为了你 你要博弈设在澎湖 就可以临时把它标准降低 为什么很多事情都可以啊 你政府其实你应该做一声 你说顺应民意 民意最重要 不要老是这一句话挂在口里头 民意重要就该去做 你让全民都同意 这不是很好吗 政府做事情也很简单嘛 都有话说嘛 对不对 不是只有政府有话说啦 政府的想法也都要得到 国会的监督跟同意 国会 国会你会知道的名字 国会你执政党现在四分之三啊 那么多啊 对不对 你刚才说国会 国会怎么办 国会怎么办 国会怎么还没用 对不对 国会你的信息三 你的上官 不说下去 大家没同意 没同意怎么办 对不对 你不能只说 你做这种东西重大的决策 必须要透过所有的民间 两千三百万人民 你才会说 人民同意 你怎么知道人民同意呢 你不去做一个调查 你不去让你公投 公投最快的啊 你把他用下去 OK 你去用啊 这你去用啊 台水方你去用啊 民间不够啊 对不对 我感觉这个建议啦 这题外话 今天是内政的咨询 我讲到我是任市街啦 所以我们回到 我讲到一点而已 没问题 这个国民元经理长 知道啊 政府推动这个国民元经 是以什么样的出发点 需要让全民啊 包括还没有受到 劳保或者公保 农保 照顾的全体国人 能够受到一个公平的一个保障 等他 呃 离开工作岗位 之后 还能够保有一个 有尊严 能够 正常的 过生活 这样一个目标 才使用国民元经制度 所以这个是对全民百姓是有利的 对他们的保障 对不对 当然是这样 那你觉得 我们老百姓懂国民元经他的整个城市吗 我想要每个人都懂 难度是很高 所以必须要去推广嘛 多加 你要告诉他 跟国民报告 让国民了解得更清楚 所以有在做这个东西吧 应该有 你可以看到电视 有时候也会做广告 好 你讲到电视 我放个广告你看看 你把它放个广告 国民元经的广告 好 那这样就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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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担心没有保障 不要担心 看有些国民年经啊 可以没有保障 国民年经知道保障 老年年经 神经加大年经 增长结果 无数年经 你怕 很棒 我靠近来 你怕 失业有保障 国民年经好 你怕 你觉得这个说什么 我个人是学生 你看有 大体上还是 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 当然你是专家 也许的不够好 他有四个保障 他四个保障是什么 老年年 这个 老年寄付 老年 身心障碍年经 是 商葬给付 一属年经的给付 是 四大保障 现在这个 男人是 没头脑 是 没头脑 你又叫他 叫他 你 六年 补助 现在等到六十五个人 没头脑 还有 商葬 给付 身心障碍 给付 补助 你不叫他 没头脑 你不叫他 帮助 帮忙 你不叫他 看是 残战 自残 等到六十五个人才有 補助 是等死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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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看这个公告是不是 他不可能是这样子 对啊 他怎么会做出这种广告 是 所以一定还有要改进的空间嘛 现在这是没头脑 是 没头脑怎么会 国民年金有给他保障呢 他可能是短暂的 没头脑嘛 你怎么知道他是短暂的 可能是 你怎么可能是呢 你不能可能找没头脑啊 外部他没够啊 对啊 那你也不知道他 是不是已经长期没有得度啊 可是 你说 他找不到工作 他对这个国民年金对他有什么保障呢 不一样 他现在没有工作 他已经找不起 年轻了 你怎么保障他 不过说三十五个 龙中阿哥担三十几年啦 哪里超三十几年啦 因为 要担到那时候 因为 你真的是 这个真的 你 行家一出手啊 就是有没有 我不是行家 这只是一般老百姓你看 你看了广告的内容 我也 他会说 做得更多了 没有 我不是能够的 我会找到哪里 我可以找到哪里 我可以找到哪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